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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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好,今天来到第二天 那我们吃完早餐,就立即出发 阿密又链车 爱士机 对呀,链上了一多两个小时 回到爱士机摸人 由高雄向北边来到台南的台江国家公园 好,那我们就来到这里看看这些自然环境 好,Let's go 我们一进来,已经看到地上有些禽料的脚印 和他们的介绍 其实这个台江国家公园 就好像香港米埔或者南深围那样 都是一个湿地公园来的 那在这里呢,就可以看看这些栋植物的大自然环境 陆建筑是由郭英超建筑师规划 这个台江国家公园其实都挺出名的 就是它有个比较现代的白色建筑 那在这里,除了看看自然生态 还可以欣赏一下这个游客中心的 白色现代建筑 那我想在这里打卡都应该非常之不错 这是因为郭英超纳和市场的黑色参数 是оть这种游客的部分 都是为了样子的 在游客中心这里 ilgili点资料 是哦,现在的一个现代交 � otro 中心是中庭 在中庭建筑群围住的这个位置 其实都真的挺漂亮的 这里真的可以慢慢打卡 慢慢拍照 真的进去中心看一下一些资讯 或者旁边都有手信铺的 我们来到这个游客中心的三楼展望区 这里有个天窗的位置 可以望向附近的湿地 我看到建筑的顶 看看另一边 这边主要是看建筑群 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的观景就比较普通 但这边比较普通 其实这里的确是挺像天水为湿地公园 因为身围没有这个 就像博物园一样 但这里的自然环境反而觉得比较好 好像是贫脊的 对 你用贫脊的形容池非常之好 你看到这边好像塌塌的 它又不是不自然的 但不是那么美观 很自然地不美观 它自然地不美观 有很多生态 不过我走在这个景点看 会不会有些像希腊的白色小屋呢? 不会 因为它真的是小屋 而且很多类型 这个就... 这个就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好我们来到台江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 其实这里的展览 或者动静物的东西 都不可以说很丰富 不过 其实它的主建筑裙 我觉得非常之美的 在这里打卡 反而可能成为 这次旅程的重点 大家来到这里 记得多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好 我们去完这个台江国家公园游客中心呢 打完卡啦 其实都好像没有什么看到任何东西 什么的东西 的东西 黑面皮疙瘩 我没有见过 全都没有 全都没有 或者是2D平面的东西 对 怎样都好 在那里打卡就非常之美的 我建议大家来 可以拍一下照 IG打卡 不过其实我们还没离开台江国家公园 接下来我们还会去另一个地方 叫四草的地方 是 那里就会坐一辆船 穿过那些绿色隧道 现在就 开车过去 开车就是搭船 是 好我们开了几分钟车 就来到这个 四草的位置 这里有免费泊车的 来到这个大众庙旁边 旁边 这里就是 搭船的地方 看到台江内海 绿色隧道 搭船处 到底会多少钱呢 对 服不服呢 我觉得服的指数暂时都还不好了 我觉得好像这里会急升 看看有人在这儿玩 好了 200元 200元 我猜100元再费 我们迹班船 我们走吧 哇 真的200元 200元 我开始嗅到服味 对对对 左边这个绿色隧道 200元 这个台江观光船 200元 但玩70分钟 哇 那台江观光船 是 划算 不要坐那么久 是啊 救命啦 希望可以 立刻开到船 可以戴帽子 在前面 我想非必要的 倒环咯 三个咯 倒环咯 在旁边 好 那么走到位置就坐下来咯 又坐船仔了 究竟跟我在南山堡中尊游船有什么分别呢 稍微不同 是啊 这个应该平均一点 是不是激动我 是不是人参 不如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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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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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你的头 哦 它叫就真版亚马逊 哦 那有没有那些大蛇啊 就真版的蛇 就真蛇 来看一下前面 左手边小心你的头 左边趴下趴下趴下 想说 左边趴下 哇 搞笑啊 好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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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笑啊 有一点点经验 一会撞头 是啊 好像弹机那样 对 刚好流行大汗 是啊 暂时感觉上 体验都挺好的 因为不是太辛苦 走左边 小心 好 好 好 我推荐大家都是坐右边 哈哈 推荐大家坐中间 是 对 左右都好像想大 不是哦 中间来的哦 对 Santa is coming 看看你还是我 中间他又跳 中间 中间 喂喂喂 哦 哦 好 您您好 前面既然要等车 是吗 特地等车 那边有车 那我们回到市场 这块鱼匙啊 所以 所以 左右都没有粉 都会中 所以 两边小心头 好看 这块鱼匙啊 好看 哇 很舒服 左手邊 右手拍邊 嘩 這麼低嗎 右邊 拍下 拍下 嘩 超低 嘩 好了 我們就玩完這個 綠色隧道的遊船 其實剛才我們一開始就覺得 這個東西會不會好伏 看到那些入口已經 那些救生衣 還有那些字的配色 有種很地道的味道 尤其是中文字 寫著亞馬遜森樓 是台灣 說到區路很大 這些有點害怕 為什麼呢 去到中段之後 真的進入了隧道 挺吸引的 開始遮到頭 景觀覺得挺漂亮 我上次玩完寶津村遊船 就覺得激流好玩 但這裡就很平淡 會不會什麼都沒有 但這裡都有一點點刺激 就是那些樹枝會勁低 會撞到你的頭 其實挺過癮的 因為有很多考驗 這些反應 想平淡一點的朋友 可以坐在中間 想刺激一點 坐左右 對 那我們玩一轉就半個小時 也不算短的 加上剛才的景點 就是我們開車 5分鐘左右的旅程 其實混在一起做半天的旅程 我覺得不錯 也不錯 所以我們過了半天 現在是時候 去吃午餐了 好,拿車 好,那我們就回到台南的平安區 我們就... 平安那樣 我平安那樣 我平安那樣就... 好啦,那我們就回到台南的安平區 那我們要吃溫體牛 究竟什麼是溫體牛呢? 是否是溫體牛的意思 安格士就是安格鮮牛 安格士就是安格鮮牛 其實就是這樣 新鮮牛的意思 新鮮牛 因為你平時在香港買的那些 都是很多的急凍的水準 這些溫體牛的意思就是 遠隔的 屠宰圓 今早可能是日頭早早 中午 屠宰新鮮的 我們就吃它的鮮味牛味 而且它的鮮牛是... 真是台灣的 我們先吃東西 好 還有呢,這間店是... 朋友介紹的 他說一定要... 是,住在瑞士遠方朋友 是啊 你是泰國啊 哈哈哈 亞馬遜啊 好,我們現在去... 探店了 是 我們來到我們想要去的這間總店 不過是... 收整中 應該是內部裝修 那沒辦法 我們要走回回新店 這個就是溫體牛 新鮮牛湯 味味味味味味 新鮮牛湯 溫體牛湯 剛才這個湯還不錯 不過就... 不是說很好吃 但是有味的 來吧 像牛骨味的湯 都可以的 是啊 我想像中 不是很重的味道 我預計中餐 難怪的 我也知道 台灣人吃牛肉 還是比較硬 Randy沒什麼材料 我覺得是普通的 但是呢 就不便宜的 肉湯 和這個... 滑蛋炒肉 都二百元 就是以... 這裡的物價來 都略貴的 嗯 可能不是專注遊客生意 因為呢 我們都聽見一些熟悉的網金 是 我覺得不難吃的 是不難吃 但是呢 如果你要生成水 駕駛一個多兩輛 過來呢 就要想想 我就會 雖然不難吃 但是不是很值 好了 我們再吃完這個... 溫體牛 原來我們都不想再多說了 真的... 不要提牛 是啊 真的一般 如果大家沒試過 就可以試一下 如果試過的就不要再試了 知道什麼是牛肉湯 是啊 我覺得跟肉圓呢 你沒吃過肉圓 你吃肉圓 原來是這樣的 但是... 我原來是這樣的 是啊 或者我們選不適合 不幸運 有很多不同店 如果當地有朋友在這裡 雙數推介的話 問一下他的意見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都是被人介紹的 只不過那間店呢 他的老店就... 因為裝修 一去到新店 是啊 那我們就不知道新店和老店之間 是不是有差距 就姑且當他真的有啦 我就不相信的 怎樣都好 我也不相信的 其實有和很多都好 應該是那隻人 那就是那些人 那就是那些人 我們將希望留在下一餐 是啊 好 拿車去下一個景點了 好啦 那我們就來到這個 安平定城碼頭 德陽艦園區了 最重要是這裡有一部戰艦放在這裡 另外呢 還有一些坦克啊 飛機啊 還有什麼長毛像化石呢 可以在這裡看一下 化石? 是啊 那要留意一下 開放的時間是這些 我們等一下呢 可以付款登上這架 德陽艦的 剛巧這一期呢 應該是這個 超級無敵羊咩咩的主題 是不知為什麼是這樣的 可能上去才知道 登艦就要100元 就是25元 這架船飛 這架德陽戰艦是 公元1945年的 服役 現在就應該退役了 在這裡 給民眾參觀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就 買飛登艦了 好 哦 那這個水牌的 我們現在在主甲板 2 3 4 算是有4層的 對 因為現在是超級無敵羊咩咩的主題 所以看到沿路都會有這些 印刷啊 指示啊 好 下面就是剛才所說的那隻 長毛象化石的骨頭 假的不過 那我們來到主甲板 船頭啊 就在這個主炮下方 好像影響幾開心啊 對 男子氣概在這裡拍張 很難得啊 好 在這個主甲板 繞了半個圈 我們就再上一層 就叫做魚雷甲板 零一甲板 哇 好型啊 感覺比主炮厲害 這個是反彈飛彈發射了 哇 好像高達那些 我都想說一次高達 對 那個噴射 對 進去它的主體 好 這裡有建議參觀洞線的 我們先跟著它 一向來突然是南掌室 對 對 它住的地方 海桃室 就是領航員在這裡做事 比我想像中寬敞 很多間隔可以讓你進去 對 可能始終這格都比較大一點 還有收費項目呢 哈哈哈 升級了 這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驅逐 從1945年服役 經歷不同的戰亂 最終去到2005年就隨意 現在就在台南 成為一個展覽的地方 好 繼續沿著這個動線參觀 你看看 這一塊是什麼呢 應該都是飛彈的那些 反潛火箭發射了 好 這裡再上一層 先 好 來到這個 陀房 即是掌陀的地方 好 好 再上高多一層 好 就是這樣組成 那些刺墓 這個可以看下去挺有趣的 可以停直升機的 在這個直升機夾板旁邊 竟然是有一間咖啡在這間戰艦上面 好 我們先去買點飲品 是 好,那我们就参观了这个德洋军舰了 我觉得这次真的完全没有服务 因为我以为它好像香港国量红号 那样的 但是免费和收费不同 真的很不同 这里其实都有好几个展览的位置 尤其是如果你是军事迷 真的很适合来这里 不过就算你不是军事迷 可以喝咖啡,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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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我觉得这个地方挺有趣 这个地方不错 还有外面免费展区有两个坦克 还有战机 来这里看海也不错 但是暂时我觉得这个行程来说 台南是适合駕车来的 没错,我也觉得是 或者駕机车 或者驾单车 好,那我们刚才去完这个德阳军舰玩完 又开车大概用了大半个小时 现在来到这个台湾最西端 台湾最西端是在台南的 我们是由高雄北上 然后是来到台南 去它的最西边 台湾最西端 是的 这里除了是最西点之外 前面有一个很大片的沙丘 看起来好像沙漠 这里也可以看完日落 可以说是一鸡两尾 哇,这里挺漂亮的 有些防波堤 我们来到台湾极西点 麻烦放个台湾极西面 是啊 极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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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始进入这个 塞落沙丘了 塞落沙丘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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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